产业动态 业界新知都在展昭on air 各位身上的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展昭on air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Intelligent Asia 2021展前系列直播 在全球制造业持续受到COVID-19的影响之下 促使了产业加速数位化的发展 如何在缺工缺料这些压力之下维持住产能 并且快速的应对疫情带来的变化 来调整经营模式 达到生产的弹性跟韧性 相信这已经是整个制造业这一两年来 共同的课题 那今年12月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学4.0机智慧制造系列展 将以智慧制造全环节为概念 集结了自动化机器人模具 3D列印物流冷链科技 以及雷射七大展览 12月15号到18号 在南港展览馆一二馆双馆盛大开展 那我们的预先登录已经开放了 我们邀请现在我们的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做预先登录 展览期间就可以凭着QR Code快速入场 那展前每周二的下午两点半 我们都会邀请到今年的指标性参战厂商 来到线上跟大家分享交流 这个直播会在展昭展览网 还有展昭科技展双频道播出 希望大家每周都不要错过 记得按赞加追踪这两个频道 来掌握Intelligent Asia 今年度的第一手资讯 那今天的直播我们非常荣幸 邀请到的是一间上市公司 那他也是我们自动化与机器人展 服务型机器人专区的代表性厂商 伪创自通股分有限公司 那相信大家都听过伪创 他不但是全球数一数二的 资通讯产品供应商 也是非常知名的ODM企业 但是今天伪创来到我们线上 不谈代工 要跟大家介绍 他们自家品牌的产品 是一款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 那我们邀请到来宾 那是伪创自通股分有限公司 人工智慧与机器人研发出的 处长林淑义 我们先热烈掌声欢迎淑义 哈喽 义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各位线上的观众大家午安 我是伪创自通人工智慧与机器人研发处的 处长林淑义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 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伪创 邀请到淑义 那伪创因为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公司了 那无论是富比市全球2000大企业 或者是财富杂志500大企业 都已经连续好几年上榜了 但是呢 还是要请淑义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伪创 因为大家知道伪创就是很有名很大家 除此之外呢 伪创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呢 伪创是在就是富比市500大里面 在2019年它是排名第424 那它是全球前三大的科技产品制造商 那在全球有非常多的员工 也有很多的制造的基地 在包括大陆台湾 然后东南亚 在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所以版图其实还蛮广的 那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伪创是资通讯产品设计 跟制造文明的一个企业 那刚刚说也提到了 其实整个伪创集团非常的庞大 对那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服务型机器人嘛 所以我很好奇 伪创是什么时候 什么原因决定要投入服务型机器人这个领域呢 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趋势或商机对不对 是 我想在伪创之通里面 我还是先说明一下我们的集团内部 那可以分成两大集团 那其中在伪创科技的部分 负责的是比较成熟的产品 像是笔电 伺服器还有这个电脑荧幕等等 大家比较熟悉的部分对不对 那在伪创智能这边负责是比较前瞻的产品 像IoT设备 或者是手持式装置 那我们机器人也是在伪创智能下面 那伪创智能是 伪创智通是在去年才成立这一个team 那我们本来是在BU3底下的一个研发中心 那一直到今年初独立成为一个研发处 也就是准BU 那代表我们伪创对于机器人的重视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重视呢 因为我们其实伪创智通投入机器人 已经相对于电子五哥来说已经是比较晚 但是在近几年 那因为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已经相对成熟 可是在服务型这一块 因为在技术难度上 它的环境也比较复杂 里面的人也不像工厂里是 你只要教育训练过后 你就可以要求是人可以配合机器来做调整 那你在医院在饭店 你用这些人都不是你可以轻易叫他做什么 他就可以做什么 所以技术难度会提高 所以但是在近几年的相关的技术的发展 就是已经也成功的克服 让机器人可以走出工厂 走到服务型的领域 所以我们认为机器人是时候可以去扩大它的应用 所以才投入到这个领域来 所以伟创很有决心 因为你们等于说从组织图看到 就刚刚舒逸有提到 是直接成立了一个新的处 一个新的单位来专职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就你们的观察 因为其实我知道舒逸在这个机器人领域也蛮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你觉得全球我们服务型机器人的发展趋势 因为疫情的关系是不是有加速到另一个阶段 绝对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后 人与人的接触变得非常的困难 对 那自动化刚好就是可以让人跟 就是由自动化的这些设备 那它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那另外在疫情爆发之后缺工的问题 还有工资上涨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问题 很头痛 那我相信这一块都可以让自动化或者机器人 在疫情的关系 它就是会有更多的需求 谢谢舒逸分享这方面的观点 那我相信很多现在业界的朋友 正在看直播的这个业界朋友都跟我一样 很想要赶快一窥一下伪创的服务型机器人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非常多的厂商 陆续在退出服务型机器人 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 很好奇 尾窗的服务型机器人相较其他厂商的 有哪些功能 有哪些亮点 又可以应用在哪些场域呢 好 那我就用一段影片来说明我们的产品 嗯 好 各位看到的这一台是我们的ML100 那它是由LIDAR为主的一个 一个感测器来做定位导航 那它的软体是Web-based 就是可以用形式力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去布建它的任务 那它遇到障碍物它会自动避开 那上面是用模组化的形式 可以加上各种特定的任务 譬如说现在看到的是UVC就是可以做消毒 嗯 那我们现在也在开发喷雾型的 哦 对 那在这一块看到的是 就是 上面加上成价它就可以运送货物 可以送东西 是 那在Shopping Mall 它可以结合广告看板 嗯 那在智慧制造这边 它当然也不会缺席 可以结合协作型手臂 还有顶身装置去执行运送 或者是组装等等的任务 那巡检这一块 就是上面结合各种的感测器 像是影像或者是气体等等 那这边是战情式 就是给管理者一个更 可以看到它的全貌 那模组化的方式就是方便各种 特定的应用去 结合上面不同的应用模组 那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生态链 那在各种的应用都可以 来跟我们结合 那我们的定位方式是用Slam 那也是目前最主流的一个导航的方式 那尾方的体是我们的产品营生 那跟尾创过去就是 主要是研制代工这一块 那尾创会用尾方的体来走出自有的品牌 所以看起来其实 既有的模组化机器人设计跟搭配 也提了这个服务型机器人提供更多的功能 还有应用场域跟创新服务的条件 对不对 所以刚刚影片虽然不长 不过我们看到好几组不同的功能跟应用 那像是刚刚可以避开路障 还可以消毒送货 然后甚至结合一些后台做人物的排程 还有刚刚提到战情式的机器管理系统 这些功能真的很多 那大家看了影片只是有个概念 这么多功能 但是书尹你是不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这款AMR它的功能 好 那我想这一块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重点在于模组化 所以 底下是我们的移动平台 那目前它的载重是100公斤 那上面可以去结合各种不同的应用模组 像是从左到右就是分别是我们的消毒机器人 那斜坐型手臂是既有的 像我们现在是跟UR来配合 那寻检这一块就是可以 结合影像的辨识或者是温度的辨识 甚至各种气体声音的感测器 只要平常寻检工作有需要的都可以放上来 那右边的话这里是可以结合鼎森的这个机构 那它就可以去在工厂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它就可以去做运送的工作 那在在右边这一块 它就是可以结合各种成价 像是在医院里面你可以去运送检体 运送药或者是运送手术的器械 这些都可以去运送 就可以不用让医护人员要在那边忙来忙去 跑来跑去的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很急的时候 甚至医生他自己要跑去 对 那这样就浪费他的时间 真的 他应该花时间在他更专注的本业 而且跑来跑去很喘 对对对 其实他手会抖 对对对 开刀的时候可能会 对对对 所以提高他们的服务品质 对不对 是是是是 嗯 那在最右边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广告机器人 哦广告机器人 所以它是整个是看板是吗 对对对 哦OK 嗯 哦刚讲像搬运那个 我看到现在有一些饭店 是 就会用服务型机器人来做送水啊 是是是 或者是你的饭店里的被瓶啊 牙刷啊或者是毛巾等等 对 那照理说现在都是用 呃柜台前面的人 对 来来递送 那他他如果他离开了 可能就没有人可以去做柜台前面的服务 对 那呃交给这样的机器人来做 他就可以很很自动的去送到你面前 然后拨电话给你 对 然后你就出来拿 嗯 嗯 这就解决了 对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说 啊人送就好了 干啥都很麻烦 其实因为我有朋友就在那个饭店服务 他就说真的很麻烦 每次一通电话 欸他有帮我送一瓶水吗 送上去了 又欸对不起不太够再一瓶 真的 对 那你那个人力永远都背不够 是 就是你要有多少的人因应 如果今天100间房间 同时都要一瓶水等等的 那人力其实是跑不及的 对那其实他们就可以专心的在 不管是柜台或他自己人们的岗位 就像刚刚提到医护人员一样 是是是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些来做更好的服务 嗯 是 重点是你 让他回到原来他该做的事情 对对对 那机器人就是辅助他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嗯嗯嗯嗯 所以在这整个 刚刚提到这些模组嘛 对不对 是 所以他其实 有很多不同的应用 嗯 对那我们的模组化 不只是硬体跟机构的 在软体方面也是 嗯嗯 那从左边来看我们的 这个 紫色的部分是我们的充电站 那如果是 他缺乏 快没有电了 他自己会回去充电 哦 那蓝色部分就是我们的移动平台 嗯 那他就是做定位导航避障 那他是以这个 LIDAR为主 嗯嗯嗯嗯 那其他的像 这个 IR 或者是 超音波 嗯 还有3D camera 都是做辅助的 的功能 嗯嗯嗯 那上方就是 特定的应用模组 绿色那一块 对绿色的部分 嗯嗯 那以这个 以医院来看哦 就是你看 就是 他可以去做 呃 紫外光 嗯 那他就可以做消毒 嗯嗯 也可以做手术器械 或者是 呃 这个 呃 剪体 药品 甚至在 呃 药回收的这些床单等等 哦 他都可以做运送 嗯嗯嗯 那在医院里他就可以 呃 做很多的事情 嗯 那去帮助 呃 真正在 现场的护理师 嗯 或者是医师 他们的工作 回归到 原先他们的专业商 嗯 他可以除联掉 打杂的这些 但又非常必要的 这些琐碎的工作 是 那右边这边是 软体的部分 嗯 我们有分 呃单机版跟 云端版本 嗯 那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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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端 我们可以用 像行事例的方式 指派他 哦 就是 几点他要去执行什么任务 嗯嗯 甚至可以把任务串联起来 他可以从A点到A点去执行 呃 某个任务到B点去执行另外的任务 哦 哦 然后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某某个任务的 所以 类似那种你把手术刀送到里面去 然后把什么文件拿出来到下一个单位等等的 是是是是 整个排程帮他设定好 哦 ok 嗯 那在云端的部分 呃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 呃 舰队管理 嗯 就是当你有 呃特定任务要指派的时候 你可以看 哪一台机器人目前是空机的状态 嗯 没有执行任务的状态 那他可以就快速的指派他到某个地方去 啊 哦 那也可以避免 呃在多机的时候 呃在呃 呃 执行任务的场域 他不会去呃互相的去卡住 嗯 那另外战情室的部分就是 呃可以提供给管理者 呃因为管理者很需要很多的资讯 去了解机器人运作的状态 嗯 他可以提供数据 嗯 或者是统计的图表 呃让机器人 呃让管理者知道说 呃在这个现场机器人运作的状态 嗯 可以及时监控 然后一目了然这样 是 好 这边就是一个呃 暂停式的呃概念 哦那 呃在左边可以看到他目前在这个场域有12台 嗯 那其中正常的是绿色 哦那有 状况的是黄色 那有故障的是红色 哦 那每一台的呃任务 还有他的呃就是执行的呃状态 嗯 都可以看得到 哦那在右边有一些统计的数字 嗯 包括他的使用率 嗯 或者是呃 甚至可以点进去 哦就可以看到他的呃单机的状态 然后即时画面 对 嗯嗯嗯 那这边点进来就是可以到某一个单机 那这里可以看他的呃这个每一台的状况 哦 如果他有故障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在哪里 像这边有XYZ 呃的呃的呃呃呃 那右边是他的这个 实际的感测器的这个状态 那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问题 那就可以指派特定的人员 去做什么样的处理 去修复这样 所以刚刚舒逸其实介绍了功能的部分 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完整 然后可以说比较像是软实力的部分 那我想很多业界的朋友也会很好奇想要知道硬体方面的 也就是规格 对那这个规格可不可以符合他们自己场域的需求 这也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舒逸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款机器人他的技术规格 好 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移动平台 就是这边可以看到是他的各种的感测器 那他是以这个LIDAR就是光达为主要的就是定位导航的这个感测器 那他是在这个横 他是在这个中间 那他的扫描的角度大概是270度 那前后各有一颗3D的camera 就是3D camera他可以在 譬如说我上面要运一个物品 那他的长宽高我可以把它输入进去 那他就可以知道我前面 假设我要过一道门 到底过得去过不去 那另外还有超音波 还有这些IR 都是在做辅助 辅助我们在 譬如说突然有小猫小狗跑出来 或者是人 那他就可以做这些 这些感测 即时的感测 然后即时的让机器人 不会去冲撞到移动的物体 就是避免他的任务受影响这样 是 好那他的长宽高大概是 比目前主流的像是MIR 或者是OMERON的ADAPT 他是比较偏瘦高型的 他是500x570 那高度的话大概是468mm 所以是比较偏瘦高型 瘦高对 身材蛮好的 好那这里有一些重要的规格 那我们的这个IPC 是使用研滑的这个Solution 那在Wi-Fi是固定有的 那5G是选配 选配 对 那感测器就像刚刚介绍的 那他有就是 这刚刚前面都说明过 那在电力的部分 他可以维持这一台机器人 可以运行10小时 10小时 对 那电力不足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回去充电 他会自己去判断我 够不够去执行下一次的任务 OK 所以他自己很有自知之名 对 自己很知道应该充电了要回去充电 OK 这也蛮重要的 就不会说任务被打断 因为没电 然后还要人为的去处理它 是 那另外我们有模组化码 我们上面要去接各种不同的任务的模组 所以他有一些界面是像RJ45 那USB3.1 还有这个上面有给他24V10A的电 那在Mobus 这个是像在工厂 像某些地方需要开关自动门 可以用Mobus来做 嗯 那这是就是上面的这个应用模组 就是给他这些界面 让他去跟应用来 跟这个移动平台来对接 嗯 了解 嗯 好 那因为刚刚讲到防疫很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款的产品就是做消毒 嗯嗯嗯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整个消毒的机器人 那它的一个造型是 它是偏向某一侧 嗯哼 因为紫外光是能量累积的一个概念 所以要更靠近这个我要消毒的位置 所以它就会 哦 对 所以我们是用四根这个菲利普的灯管 嗯 然后在它的另一边是有反光照 所以它在 比如说我要沿着这个墙壁去消毒 对 那我就可以 那个 UV光就可以更 更 呃 直接的去照射 嗯 比较靠近那一面 对对对对 嗯 难怪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欸为什么会坐在一边 因为我们的直觉 尤其伪创设计也蛮强的 不是应该是要设计在中间 比较好看吗 是是是 哦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跟呃 呃现有的大部分的这个消毒机器人 呃比较有独特的 嗯 有差别的地方 嗯 嗯 好那它的高度大概是 一千六百八十公分 嗯 那主要就是在人手可以碰到的地方 或者是眼睛可以碰到的地方 它就会加强的去消毒 嗯嗯嗯 你刚说一千六百八十公分吗 公里对不对 公里公里 我想说欸怎么听起来有点高啊 不好意思 讲错了 我本来还要说欸跟我差不多高嘛 结果欸不是欸 哦对对对 就是跟我们人差不多高对不对 是是 女生啊女生高度 是是是 好那呃 刚刚讲到的这个呃 就是它的重要的规格有 呃因为它是呃 呃 UV UVC是非常耗电的 所以虽然我们 MM有 就是我们的移动平台有提供10A的电力 嗯哼 但是如果它只用我们10A的电力的话 可能 运作两三个小时就不行 哦 所以我们另外帮它配了一颗电池 OK 这样的话整台机器人都可以运作超过10小时 哦 OK 所以其实这个机器人它搭配不同模组 刚刚讲到就真的可以适用在不同的场域欸 像上半嘛 对消毒啊 送包裹啊 等等的 或者是刚刚讲到医护啊 这些 甚至月子中心 哦月子中心送餐哦 没有没有 送小孩吗 哦消毒 对对对 对因为你送小孩太危险了不行 那要靠人 对对对对 但是呢它可以帮忙消毒 那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不用忙着消毒 他们就专心的顾小孩这样 哈哈哈 那当然像刚刚一开始又看到像工厂的监控啊 产线上面捡货啊这些也都难不倒他 嗯 所以最后那个书役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看到哦 他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最后告诉我们一下他到底可以做哪些 可以应用在哪一些的场域 好 嗯 那我想我们会透过就是在工厂端哦 当然就是难不倒他 因为他的环境相对的单纯 嗯 里面的这些工人或者是使用者 他也可以被要求他要配合这些设备 嗯 所以是相对简单的 那在工厂里面就是可以有巡检 巡检对 那可以看他现场需要什么样的巡检的感测器 嗯 就可以把它架在上面 嗯 那另外在右边这边是 嗯 可以 顶身 那就可以去看他要运送的东西 嗯 那他就可以 就是譬如说用输送袋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把他 把要运送的东西 由 AMR来做 这个 移动 嗯 那另外斜坐型手臂 就是也可以去做 进一步的 组装 或者是搬运的工作 嗯 那斜坐型手臂像我们现在是搭配UR 嗯嗯嗯 所以这边是工厂端 是 那服务型这边我们也有很多的应用正在进行 嗯 像刚刚介绍到的我们的消毒这一块 那除了这个紫外光以外 呃 紫外光的 运用 刚可以提到说在 呃 家里面 嗯 或者是办公室 嗯 或者是宿舍 嗯 像我们的工厂也是用在我们的这个 呃 整个宿舍 哦 对 那 还有像刚刚讲的月子中心 嗯 等等 那在这边是我们的 呃 呃 就是 成价 就是 Let's buy a delivery 就是它可以去运送 呃 呃 甚至可以送餐 呃 送餐 送包裹 嗯 那在右边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呃 结合成价 嗯 就结合萤幕 那它就可以去 呃 呃 适时或适地的 呃 广告的推播 嗯 也是蛮重要的服务欸 对不对 迷路了吗 请按我 然后就可以看地图 什么之类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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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譬如说现在有一个优惠的活动 对对对对 在某一个地方 那它可以 看它现在到哪里 嗯 它就可以呃 呃 就是播出这个广告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进去买五折商品吧 这样之类的 之类的 嗯 OK 哦 欸所以其实 刚刚提到这些有很多的应用领域了 那欸我很好奇欸 所以就是就您的经验呢 你有没有就是觉得欸相对也很看好的其他的应用领域呢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就是服务型机器人有太多可能性了 对那呃 呃它的下游应该有非常多元的使用者 所以伪创在布局这块的策略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是我想在呃工厂是呃大家呃呃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啦 对 那它的环境相对单纯 嗯嗯嗯嗯 那我们也都可以呃呃运作得很好 嗯 那在服务型是我们特呃呃特别擅长的这一块 嗯嗯嗯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像饭店 嗯 这可以说是呃医院那shopping mall之外 那shopping mall之外,我们也在例如说图书馆 呃或者是呃学校 嗯 或者是呃一些呃真正会用到的地方 就是像呃 呃 很多的这类型的场域 对对对都可以 只要他有明确的需求 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去 开发一个特定应用的模组 然后都上去 他就可以去执行特定的任务 所以其实是各种场域都可以 因为他的场域的需求可能不太一样 但其实各种的需求 都是有可能用某一种模组的机器人 是 来帮他们解决的 对不对 是 所以可能跟大家分享 伪创在这方面的策略 对不对 好 那我想我们算是原厂 所以在我们在推展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策略 第一个是透过这些专业的SI 就是系统整合商或经销商来帮我们推展 因为他们有很多对某些特定领域有经营 或者是已经有很广大的通路 那我们透过他我们就可以省掉我们的很多的力气 那另外就是一些指标型的应用的厂商 我们也会直接去接触 然后如果他们有意愿 那我们再来帮他找适合的SI 透过这两个策略我们来让整个的就是使用者会更多 所以从不同角度它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对不对 一个价值链的生态 好那以这个就是SI来说 我们看到可以有我们这边有列举八大应用 那当然实际上应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放在上面 那我列出来的是一些我们有接触的 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厂商如果还没有找我们的话 可以欢迎在看过直播之后再来找我 好 比如说像电信业的话 它有像华电联网 那当然还有就是四大的电信公司 也都是我们的approach的对象 那在仓储这一块有蒙力自动化还有高桥自动化 那在这个工厂 工厂这一段有很多的player在里面 像有上星桥 所罗门 广运 军豪等等 那在教育这一块 我们目前是跟Mangos Teams 那它是新加坡的厂商 那在办公室这边 我们跟人大资讯精神资讯都有配合 那在饭店这一块 我们是跟金融系统 那在物业这边 我们有跟像保洁 像台业物业 像威和威物 这些都是我们有在配合的 那医疗这一块是相对封闭的 那我们有跟慧晨之医 华硕健康还有梅尔敦 来由他们来帮我们推进去 到医院里面 所以其实因为AMR真的是未来的趋势 然后伪创在这一块 也算是超前部署了 那现在这个列出来的只是 目前已经跟伪创一起超前部署的 所以如果还没有加入超前部署的行列 我觉得夜间朋友真的可以去思考 就是你自己的产业 你服务的企业 在服务型机器人这件事情上面 你们有什么结合的可能性 对不对 因为这边提供的就是这个 这个solution 那它可以有太多种服务的可能了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思考 我自己的公司 我们自己的产业里面 对这样的结合可以帮我做些什么 对吗 所以如果业界的朋友 就是现在看完直播觉得 我真的有一些灵感 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 然后12月15号到18号 来到了我们的展场 Intelligent Asia的展场 书以请猫去哪里找伪创 我们在这个伪创的二馆 就是服务型机器人专区 然后摊位的号码是Q318 Q318 对在二馆的一楼对不对 对一楼一楼 所以欢迎大家有想到任何的可能性 都可以到南港展览馆二馆的一楼 Q318到伪创的摊位 那书以今年除了刚介绍的这款AMR 这款机器人之外 就是伪创摊位上面 还有什么精彩的展出内容 可以透露给大家期待一下吗 是 我想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的重点 就是把模组化的概念呈现出来 那除了刚刚讲的那个MM 就是我们的移动平台 还有这个UVC消毒的这一台以外 我们也有就是协作型手臂 结合上去 然后还有这个广告型的 机器人是在一館 那他会帮我们就是把整个展览的活动讯息 他会在一館的四楼或一楼 然后都会发送给在现场看展的人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在一館遇得到他 对对对 所以在一館看到了也不要忘了 他会有我们会有人在旁边发传单 所以不要忘了到我们的二館的摊位上 对对对对 不要以为看到他就是看到伪创了没有吗 看到他只是看到伪创的分身 还是要到二館一楼的Q318去看本尊这样 那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在二館一楼的这个摊位上 我们还有把战情式的概念呈现出来 就是在我们的荧幕上有去呈现刚刚介绍的战情式的概念 那还有像智慧物流 然后我们在人工智慧上也有琢磨 比如说他在移动的时候 如果是要避障 避胎路障 一般的AMR他只能就是把这个点 把这个障碍当成是一个定点 但是我们可以预判他要往哪里走 很聪明 对 所以他就可以绕开 选择他要走的另外一边绕开 因为有时候如果说他误判 他只是以定点的模式去感测他的话 他在这里 这一磁刻在这 所以机器人就绕开 结果殊不知他就往这里移动就撞上去了 对不对 他就会纠缠半天 对因为你们出示人工智慧跟机器人研发 所以你们有把AI结合进去 OK 所以这些其实 等于是刚刚您今天介绍到的所有模组 几乎在展览摊位上面都看得到 他实际的demo在 是 那我想欢迎大家来 我都四天都在 那如果我中间没有遇到的话 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同仁 我相信都很乐意为大家解决任何的问题 所以到了摊位可以先问 请问书役处长在吗 不在 那没关系任何一位都可以 因为伪创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专业 都可以跟大家聊很多 因为比较可能 我觉得除了已经既有需求来找伪创之外 你们也非常欢迎的是 我不太确定可以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聊聊看 有什么可能性 我们会就是给你我们的一些想法 就是大家劳力激荡 会找到最好的这个方向 因为他们是应用端 你们是技术端嘛 所以我的技术其实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那样 来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所以欢迎大家12月15号到18号 到我们的南港展览馆来 那我们这个展览 Intelligent Asia亚洲工业4.0技术会制造系列展 是在南港展览馆的一馆二馆 而且是双层就是双馆盛大开展 我们的预先登陆已经开放了 所以我们欢迎线上的朋友 有想要到现场去找伪创的 一定要赶快先完成预登 展览期间就可以凭着QR Code快速入场 那到了展场呢 千万不要忘了 在一馆一四楼 可能可以遇到伪创的机器人 那在二馆的一楼Q318 可以直接到伪创的摊位去 找伪创的工作人员同仁 一起来聊一聊 怎么样帮助你的产业 帮助你的企业做服务的升级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 再次谢谢伪创 然后谢谢书伊处长 那我们也谢谢现场的朋友 那我们展前 那每周二下午两点半 都会邀请到我们的指标性产展昌 带到线上跟大家分享交流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记得按赞加追踪展交产蓝网 还有展交科技展双频道 来掌握Intelligence Asia 今年度的第一手资讯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在这里 到一个段落了 要跟大家说午安啰 那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